請不容輕忽 日本捐贈的124萬劑AZ疫苗 原定15號就要開放 讓七大類對象施打 但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 11號傍晚提前宣布 提前配送了50萬劑的疫苗 各地最快今天就能打 結果消息溢出 讓地方政府根本措手不及 好多里長的電話接不完 醫療院所的電話也都被打爆 最後指揮中心又決議 他們考量地方政府的 前置作業需要時間 宣布依舊是以15號開打為原則 另外還要來關注 在新北市的亞東醫院 上午是開放500個名額 讓醫護人員可以施打莫德納疫苗 瞬間還湧入了大批人潮 也讓外界擔心是否存在群聚風險 跟上隊伍一圈接著一圈排隊 新北市亞東醫院12號一早 開放500個施打莫德納疫苗的名額 現場卻擠滿醫護人員 還有人是前一天就來排 讓人擔憂動線規劃 恐怕會有群聚風險 但除了醫護搶打莫德納之外 不少民眾特別是75歲以上長者 擔心自己是重症高危險群 都急著想預約打到日本捐贈的 AZ疫苗 連假第一天不只醫療院所電話 被打爆 各地里長的訊息電話 也根本回不完 跟早安徒一樣整天都受不完 大概平均都是二三十 通過六十多歲的長者 還有家屬也打 來說六十多歲可不可以打 昨天接到最後一通電話 晚上一點多還有人打電話來問 從台北到台東都直呼 跟強演唱會的票沒兩樣 這麼混亂是原本說好 6月15號開打的AZ疫苗 十一號半晚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 卻突然公布提早配送五十幾萬劑疫苗 各地最快十二號就能提前打 突破起來的消息 讓各縣市措手不及 抗疫太倉促 指揮中心晚間聯盟發新聞稿宣布 還是以十五號開打無原則 假這樣一下這樣 沒辦法預約到就沒辦法打 所以只有在家裡 有一股壓力一直壓著這樣 理長他說疫苗今天就可以打了 那為什麼我們都不能登記 根本都不知道說從何登記 然後到時候一堆人來 又造成我們的群聚 我們也蠻困擾的 消害中央地方一條心 但實際上卻缺乏溝通 只怕十五號開打 又是一團亂 最後一位我們明星 劉英翔 特別台東 最後報導